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无形资产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节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券准和计量 按照我们教材在这一节呢 有这样一些问题 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 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条件 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的计量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因为我们在考试时呢 像研究阶段开发阶段如何区分 这种情况不好考 然后说呢开发阶段有关资本化条件 这里也不怎么好考 你要是看书的话呢 就是本招 说开发阶段什么情况 认为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得与资产的定义相符吧 资产的就是预期会给我们带来利益啊 那你怎么带来利益呢 我出售它带来利益 或者使用它给我们带来利益等等 自己看一看 那么研究阶段什么是研究 什么是开发 这都是稍微像看小说似的 大致看看就行 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一部分会计处理 所以这一块我就不再按照书上那个题目 一向一向那么说了 我们要关注的内部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 研发支出分为研究阶段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当然就是有计划的一些调查进行研究 是不是能真正形成无形资产不知道 那这一部分就是把它记录到当期损益 不资本化 那到开发阶段了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说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技术无形资产成本 你要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我们仍然把它记录到当期损益里面去 在会计核算上 设置研发支出这个一级科目 明细的有分影化支出还有资本化支出 那对于呢 研究阶段的支出 还有像开发阶段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我们先是在研发支出分影化支出科目的介发来进行规及 到期末时把它转到管理费用 目前我们的写法 仍然是期末把它转到管理费用里去 但是报表项目是研发费用 就在利润表里单列项 我在第一章时曾经跟大家也谈过这件事情 对于呢 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这一部分 那要在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科目的介方规及 当达到预定用途时把它再转到无形资产 那如果没有达到预定用途 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当然它会有介方余额 这个介方余额资产负债表上 我们把它反映到叫开发支出项目 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关注它的会计处理 实际上说在事务之中研发支出 你说企业愿意资本化还是愿意费用化 你感觉呢 那谁知道 那有的一些公司 一些上市公司 想方设法都资本化 因为它的利润达不到预期 想方设法提高利润 我就碰到过 事务所审计的说你这个不行 你这个费用化 他说不行 我这就自满化 事务所说那好了 你要想自满化给我提供这个资料 那个资料那个资料 提供了两周 最终不行 我坚决不能接受这个自满化 然后又在别的地方想办法 反正利润想方设法要达到预期 但是我们也知道对于研发 现在税上是鼓励的呀 还有一个加急扣书这一说 我们要是废硬化了 按照目前执行的 那你当期可以75%加急扣除 如果你要不废硬化 形成无形资产 只能以后摊销的时候 才是75%加急扣除 也就是说按175%摊销 虽然好像数是一样的 但是还有一个资金时间价值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不考虑别的东西 说对我们有利没利的 从税的角度来说 当然我先愿意废硬化合适 我马上就可以75%加急扣除了 因此如果说一个企业 可能利润达到预期了 那想方设法把研发 当期废硬化 对于企业的情况不同 而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决策 当然要是站在注册会计师的角度上 那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没有办法区分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 本身我们准够是要讲 那你区分不了就废硬化 何况为了降低自己的风险 也希望企业把这份废硬化 因为你要形成资产了 你真的以后得说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 以后不带来利益 当时我们确认资产不合适 你说要承担因为的责任多不好 就是不同的人 可能有不同一些想法 当然也是企业的一些情况 能不能达到利润预期 也可能做出不同一些决策 这个是工作过程中啊 反正有些地方我们做参考 所以你要看 我说这个年报 有的公司我就见到都废硬化 你要查它的开发支出项目 有没有预额没有 当期转无形资产没有 那你说不废硬化怎么的了 那有的就是资本化的很多 就是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接下来有这么几点再说一下 如果确实无法区分研究阶段 和开发阶段的支出 应当在发生时 废硬化技术当期损益 那我们还是把它借到管理费用力去 对于内部开发活动 形成无形资产 它的成本的构成 当然就说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而一些必要的支出 所有必要支出都要把它寄进去 你说你开发这项无形资产 涉及到耗用的一些材料 那要算啊 那涉及到有开发人员的一些职工薪酬 要寄进去啊 那如果涉及到一些专利等 商标权等等要进行一些注册 那肯定都是啊 如果说我们这一项无形资产 别的无形资产又为我们提供过服务 比如原来一项专利 专利我们当时取得没用 没用 当然受法律保护别人也不能用 我们现在用此基础上开发一个更好的专利 那把那个专利的摊销数 就进入到我们这项专利的成本中 同样呢 要是有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这个资产 比如说这一项研发 已经开始资本化 开发的时间在一年以上 那叫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要有一些借款的利息 照样可以资本化呀 那如果说涉及到有些设备 专门为这一项研发服务的 设备提的折旧也是往前寄吧 这是说关于它成本的一些构成 但是说除直接归属于这项无形资产的活动的 那如果说不是前面所谈到的这一些的 你有其他的一些销售啊管理啊 与我们整个这项研发没关系的 不要忘记记 那不是说占标都忘记记 那在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发生的说可辨认的 无效的和初始的运作损失 那这一部分也不行 那涉及到的一些培训 都应该是废话 不记住无形资产成本 对于呢无形资产成本 是说符合资本化条件之后 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这段期间的支出总额 当然都是前面符合条件 能够记住到成本的内容 我们不可以把 以前已经是废应化了 然后说哎呦 现在可真的开发成功了 形成无形资产 把那个金额再转到 无形资产里面不行 如果把那个转过来了 这就是差错 以前考试曾经在这块 也出过题 就是我们差错更正的 题考试概率还挺高的 那就把它给冲了呗 他说把那个转过来了 那我们不行 又把它反冲 因为以前既损益了 你可以用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 再调期出流存收益去 如果说在当期的 这一部分他又给转过来了 那你对冲就完了 我们不让 以前废应化的 不能再自本化 也说过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科目要是有余额的话 我们把它反映到 资产负债表的 开发支出项目上 看一下教材的例如 2027年1月1号 甲公司经董事会批准 研发某项新产品 专利技术 该公司董事会认为 研发该项目 具有可靠的技术 和财务等资源的支持 并且一旦研发成功 将降低该公司 生产产品的生产成本 该公司在研究开发的过程中 发生材料费用5000 人工工资1000 以及其他费用4000万 这些总共加起来是一个亿 然后说其中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是6000万 那剩余的就应该是属于 废应化了 2027年12月31日 该专利技术 已经达到预定用途 好看一下甲公司的账务处理 发生研发支出时 代方代员材料 因为耗用材料是5000万 职工薪酬 代方代应付职工薪酬 用银行存款支付了4000万 代应银行存款4000万 由于符合条件资本化部分 至6000万 那你研发支出 废应化支出 自然就是一个亿 减6000等于4000万 在2027年12月31号 废应化这一部分 借记管理费用 代研发支出 废应化支出4000万 告诉在2027年底 已经达到预定用途了 达到预定用途 就把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转到无形资产里面 那如果没有达到 预定用途 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是有余额的 就是说放到 开发支出项目里面去 而这个过程 我们应该是要知道的 也就是说 现在咱们的教材 核算时呢 并没有对 废应化的研发 单独设置 会计科目 呃 干什么 我就认为 这个很好 肯定给满分 你为什么在管理费用 单独低 单独在还在那放着 还明细核算 往那放 真的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考试 他说管理费用 就管理费用吧 不过呢 这个研发的费用 一定是在利润表上单列 我也说过它的重要性 我们看17年考试的 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16年1月 开始研发一项新技术 17年1月进入开发阶段 17年12月31日 完成开发并申请了专利 该项目16年发生 研究费用600万 研究阶段的费用 都是费用化 没有任何问题 截至17年末 累计发生研发费用 是1600万 而其中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这一部分是1000万 那剩下的那一部分 就应该是费用化的 拉着税法规定 研发支出可按实际支出 150%税前扣除 我们现在在考试 应该会说175%了 就现在这个 加级扣除的比例提高了 不过呢 还是当考试给多少 满足多少进行算 就行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关于假公司 上述研发项目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将研发项目发生的研究费用 确认为长期待贪费用 我们也谈到过 这种研究的费用 都是应该费用化的 而不可以资本化 研究费用 那没问题 都是费用化 开发阶段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也得费用化 不要形成资产 B呢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与其可预税前抵扣金额的差 确认递研所得税资产 那这个 目前大家应该是 不知道咋回事 会在所得税那一章进行说明 就说关于研发 它确实会形成一个叫可领扣 暂时性差异 但是不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原因 到那时候再去讲 那现在讲 我也讲不清楚 我能讲清楚 你们也听不懂 到时候再说 所以这个不行 到时候我会给你们讲清楚 C 自符合资本化条件体制达到预定用途时 所发生的研发费用 资本化 进入无形资产 那 研发呢 进入到开发阶段 要是符合资本化条件了 就应该资本化 最终达到预定用途时 那把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的金额 转到无形资产 那就确实最终介绍无形资产 D呢 研发项目在达到预定用途后 将所发生 全部研究和开发费用 可于税前抵扣金额的 所得税影响 确认为 所得税费用 那这个 也不是的呀 就说你 研发项目达到了 预定用途以后 形成的是无形资产 我们最后啊 这一部分 呃 形成无形资产以后 会有一个加计扣除的一些问题 你只能是说 等到以后摊销的时候 再会去影响 那我们正确的就是C 接下来呢 第三节 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按照我们书上的 题的顺序 有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无形资产后续计量的原则 第二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第三的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有这么几个 那同样这一部分 我也没有按照它的顺序 因为就说有的一些内容 文字叙述的比较多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基本上不会设计 比如说你怎么决定 无形资产使用 顺便按照什么买力啊 这些东西 一般的概率非常低 我们关注一些重点的一些内容 那就说 无形资产初始确认和计量之后 在后面使用无形资产的期间 我们当然对于这项无形资产的会涉及到进行摊销 也是要把无形资产的价值按一定方式记录到成本费用里面去 如果说提减值就提呗 该提减值提减值 那现在是对于无形资产来进行摊销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怎么个摊法 比如说要按照直线法来进行摊销 年限怎么进行选择 当然了 无形资产摊销可能还涉及到有什么产量法这个问题 如果无形资产呢 要提减值 减值记到资产减值损失 当然这一部分就不再涉及到以后进行摊销的事情 那无形资产要按照直线法摊销 年限怎么选 你就本招 要是一个的话给多少时间 就按照这个算 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选短的 因为无形资产 比如说有的是受法律保护的 会谈到法律保护的时间多长时间 那有法律保护 我们并不见得就按照法律保护的时间去摊呢 法律保护15年 然后我们取得之后 告诉合同里面 我们就是形成的一个合资经营企业 假如期限10年 那你合同来啊 10年啊 那另外投入之后 说了 我跟别人签订不可撤销的合同 我只用6年 6年之后我就卖给人家多少钱 那加上6年呗 所以这里面就是你知道一下 它的期限 与法律保护 与合同都有关 但是有时我们可能还是自己要去确定它 有的一些情况需要真的给我们多长时间带来利益 还要请一些专家来进行论证 论证之后 如果说是合适的话 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来进行反应 当然 有一个概念 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 能够在到期时续约延续 还可以再续 并且说我们以后续的时候 基本不用付钱或付出的成本很低 那你可以把续约期也算在使用寿命中 这是个概念 那如果说我们这一项呢 啥都没有 比如非专利技术 非专利技术不是说像专利要必须申请什么法律的保护 有这些情况 那到底多长时间呢 论证 没合同的 没法律的 论证 你请这俩论证 论证也是有效的 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叫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不确定 寿命不确定的 就没有办法能连续进行贪了 好我们看一下的无形资产后续计量 我们在会计处理时 要把它分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还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要摊销 摊销期怎么选 叫可供使用当月起至不再作为无形资产 确认时止 游戏规则前面也说过了 无形资产取得当月摊销 减少当月就不用再摊了 摊销方法 与所含经济利益预期消耗方式有关 跟固定资产那是一样的 我们固定资产部分也说了 提者就不要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去提 而是按照预期消耗方式 但无形资产这部分会比较特殊 因为有时可能这项无形资产 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去提更合适 后面再谈这件事情 但是总体上 也是要所含经济利益预期消耗方式 按照这个来确定 无形资产摊销不一定是直线法 一般的是直线法 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必须直线法 你没有办法确定所含经济利益 预期消耗方式就直线法 但是无形资产摊销可能比如说产量法 我们现在这个矿 有采矿权碳矿权 那这是采矿权是特取权啊 我们有时候摊销怎么办呢 说炕销有多少储量 估计矿石有多少吨黄金 矿石没说多少吨黄金啊 那你最终加工成黄金粉到处再说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可以把特取权按照产量来谈 因为特取权是无形资产呗 无形资产摊销时亡脑剂 同样呢也是要反映按照授予率向来 就跟固定资产提折就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这一项无形资产 就是把它出租了 出租取得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那我们摊销的时候就把它记住到其他业务成本 你说这一项呢 是属于买来的土地进行绿化 或者说我们建的办公大楼都建完了 那你把它摊销时寄管理费用 可能性小损益 也可能进入到有关的产品成本中 或者资产成本中 比如说这一项无形资产明确的是用于生产产品的 你要是一种产品直接寄生产成本就管了 那你说可能是不是一个 设计了多个 多个先寄制造费用 以后再按照一定的方式分配寄入到产品的成本中 这没问题啊 前面也曾经谈到过 假如我们这一项无形资产说 我现在不用 你别人用不了 我这项专利已经申请受到法律保护了 你用于另外一项专利的研发 那你就寄到研发支出里去 这种可能形成另外一项无形资产的成本 无形资产可能会有残值 又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比如说我们在19年1月1号 说2019年的1月1号 购入无形资产是100万 说这一项无形资产 假如说法律保护的10年 按照10年来进行摊销 那正常情况下没有别的 那我们每年摊销10万 1月1号够的吗 但是我们现在跟别人签订了 不可撤销的转让合同 比如说4年后 过了4年了 把它给卖了 卖了的不可撤销的合同 售价如果说是40万 那你说19年无形资产 贪销多少 不可撤销合同4年之后就卖了 我们只是用4年 那实际上每年摊销的数 就100要减去个40 这40我们以后可以得到残值 那你现在要除以4 这就是每一年摊销的数 问2019年摊销多少 那你按照这个来进行计算 所以要谈残值的话 就说这个无形资产 我们可能跟人签订不可撤销的协议 最多值那么多 先卖给人家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协议 没有协议呢 到时候我从市场上也能够决定 能知道它的价值 也算残值 当然对于使用寿命 有限的无形资产 我们也可能对它提减值准备 可收回金额比账面价值低 都提减值准备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不能贪销 没法贪 没有粘心 这个呢 每期期末要进行减值测试 那当然要发生减值 对它提减值准备 这是关于它的后续计量 那我们把这些呢 再看一看 一个是企业 就是说选择无形资产的 贪销方法 前面也谈到了 与所含经济利益的 预期消耗方式有关 不是预期实现方式 我们贪销的方法 有直线法产量法等 那一般的都是直线法来贪 产量法贪的确实要估计产量 概念就是 没有办法决定 所含经济利益 预期消耗方式的 那这种情况 我们是按照直线法来进行贪销 然后关于收入这件事情 是不是绝对不能按照 收入的一定方式 去对无形资产进行贪销 一般不用 但说下列极其有限的情况除外 就说还可以用 那一种情况 有一些条款的限制 它的一些使用 如果说 有这种限制 你不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贪 显得就更不合适 比如说 现在得到的金矿 金矿跟政府签的这种协议 说你只要这种矿石最终往外开采出来了 对矿石当然要进行加工嘛 要把这个矿石里面的金子提取出来 说你卖的这个 这一部分 没有真正形成具体的黄金的成品的时候 因为有些加工 你卖到多少钱的时候 这一部分 就停了 特余钱就不给了 那他就与收入相关了 那这种情况你说 付出的对价 就是这种采换权 肯定是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贪销是合适的 这是特殊的一些情况下 还有呢 有确凿证据表明 收入金额和无形资产经济率消耗是高度相关的 如果有这种情况 那你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贪也是合适的 不像说固定资产限制的比较多 因为固定资产基本找不到这样的一些情形 而无形资产确实有 然后就是 企业采用车流量法对高速公路经营权进行摊销的 这个告诉 不属于包括使用无形资产在内的经济利益 产生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这个不算 那确实我们有好多情况是采用车流量法来进行摊销 下面就是 和企业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中了 你要对使用寿命有限无形资产还要进行复合 比如说使用寿命啊 摊销方法呀都要进行复合 固定资产部分也这样讲的 复合完了 那证明我们新的估计这个数比以前更合适 把它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用的都是未来适应法 然后再有 原来呢我们是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那不是说以后的使用寿命一直不确定 也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他使用寿命就变成有限的了 所以对使用寿命不确定无形资产呢 我们在每个会计期末呢也是要对他进行复合 原来使用寿命不确定 现在使用寿命有限了 也是属于一项会计估计变更 用未来使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无形资产摊销往什么地方寄 前面也给大家谈过这个问题 完全按照受益对象来 可能既当其损益 也可能是寄入到资产的成本中 这个资产的成本不见得就是产品成本 我刚才说了还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无形资产呢 我们在谈到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的时候 也一样的无形资产原价减累计摊销 减据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这是构成它的账面价值 下面看一下教材的利六 206年1月1号 A公司从外单位购得一项非专利技术 支付价款5000万 款项已支付 估计该项非专利技术的使用寿命为10年 该项非专利技术用于产品生产 同时购入一项商标权 那专利技术商标这些都属于无形资产 支付价款3000万 款项已付 估计该商标的使用寿命为15年 假定这两项无形资产的净参值均为0 按照直线法来进行摊销 我们看到无形资产取得时 按照实际支付的对价 借方借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5000万 商标权3000万 贷方银行存款一共付出的是8000万 接下来就要对它进行摊销 就是说你看这块支付的价款 非专利技术5000万 它是用于产品生产的 它的摊销会把它寄入到产品成本中 使用寿命10年又没有残值 我们按照直线法来进行摊 它就会一年摊销500万 我们又是在2016年1月1号取得的 因为当月取得 当月就进行摊销 再有一项商标权3000万 那这个商标权使用 剩下15年3000除以15呗 所以把它进入到管理费用 进入管理费用的商标摊销的是200万 而制造费用构成产品的成本的最终 那是500万 累计摊销一共是700万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 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摊销 如果A公司207年12月31日 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判断 2026年购入的该项非专利技术 在四年后将被淘汰了 每个期期末 你要重新的确定它的方法年限残值吗 四年后要淘汰 不能为企业带来利益 那就是四年后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那现在在2027年12月31日 我们对它的寿命 要重新的进行估计了 这种估计是作为会计估计变更来进行处理了 也就是什么意思 当时在2026年1月1号取得的 这项非专利技术呢 说是属于十年 十年呢 现在在2027年底 就是说过去了两年的时间 本来呢 告诉 那还剩八年呢 他说这不行了 再有四年就不行 所以呢 你当然就要把剩下的这一部分 按照剩下的四年探销 不是说剩下的八年再去进行处理 那这就属于像会计估计变更 2027年底 该项无形资产累计探销 一年是五百万 两年是一千万 那你说2028年探多少 由于没有残值 现在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五千减一千 没残值 那就是这么多 在四年里面平均去摊去呗 有残值再把残值给扣了 那就是一千万 所以2028年 就会有借制造费用 非专利技术 带累计探销一千万 这就是他的处理 我们接下来再看教材的例五杠七 2026年1月1号 A公司购入一项市场领先的畅销产品的商标的成本是六千万 那该商标按照法律规定还有五年的使用说明 但是在保护期届满时 A公司可按十年以较低的手续费申请延期 同时A公司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既有能力申请延期 就变成15了 此外 有关的调查表明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 市场竞争等方面情况综合判断 该商标将在不确定的期限内 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 哟 时间就没发定了 你说我延期了 延期为我们以后带来利益的时间还不知道 不知道多长时间 所以他说根据上述情况 这就把他认为是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因为就是说你还可以再延 还受法律保护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不贪销 但是在期末要对他进行减值测试 说经测试表明了商标发生减值了 在207年底 原来的成本6000万 207年底认为他的公元价值4000 他的减值是在资产减值准则里面会有说法 要跟可收回金额比 可收回金额是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的较高者 那这块没有给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只是给个公允价值 那就算了 认定他4000 这样呢 在206年 购入商标时 借记无形资产 带银行存款6000万 这是一项 207年发生减值的时候 就是现在要把它调到4000万嘛 因为说是可收回金额相当于4000万 所以借资产减值损失2000 带无形资产减值准备2000万 提完减值之后 账面价值就变成4000了 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是不让往回转 我们接下来看16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长江公司为一家多元化经营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不考虑其他因素 其纳入合并范围的下列子公司 对所持有土地使用权的会计处理中 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是 我也说过土地这一块的处理 考试概率非常高 A 子公司讲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将土地使用全取得成本 建造厂房的土地使用权 在建造期间的摊销 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我前面跟大家说过 如果说取得的土地用于建厂房的 这一部分摊销的金额是要计入到 建造期间 摊销金额要计入到所建厂房的成本中 不是计管理费用 所以这个不符合准则规定了 C 子公司丙将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对外出租 租赁开始停止摊销 并转为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这个没有问题 就说我们对外出租了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你可以后续是成本模式计量 也可以是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没有任何问题 再看地 子公司丁将作为办公用房的外购房屋价款 按照房屋建筑和土地使用权的相对供应价值 分别确认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采用不同的年限具体折旗和摊销 我们就是这样讲的 现在买地建房子 房子是房子地是地 房子是单独提折旧 土地单独摊销 所以地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题目 正确选项就选B 就是再一次明确 没有特别说明 厂房建造期间土地使用权摊销呢 是寄厂房的成本重 不是寄管理费用 我们再看15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关于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 自行研究开发的无形资产 在尚未达到预定用途前 无需考虑减值 这是具有一定的干扰性 也就是说我们的资产减值 是不是必须像无形资产 你必须是达到预定用途之后才减值 就是在研究开发阶段的发生的一些支出资本化了就不减值 或者说再建工程 你说我没有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转固定资产之前就不减值 能这样吗 这个不合适 所以虽然没明说 在资产减值里面说再建工程要不要提减值 什么开发支出要不要提减值 事实上只要是资产 那就应该是要考虑它减值的一些问题 所以像再建工程 像这种开发支出 也就是我们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科目的余额 都会有减值的一些事情 都应该是属于我们后面谈到资产减值准则 那里面所规范的 不是就是庙上见到的 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什么长期股权投资这一些 要有的 我们再看B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应确认 被购买方在该项交易中前未确认 但可单独辩认 企业供应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无形资产 这是比较特殊 实际上我们在企业合并的时候会谈的比较多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我简单的说一下它是一种用的购买法 那购买法买进来的这些东西任公允 我不管原来它的账上有没有过记录 你比如说你取得的这家公司 子公司 我们是非同一控制的购买法 人原来土地没有入账 我们现在买了付出对价去了 形成土地使用权 你该入账就得入账 因为我们是认定 购买的认定这些资产负债的公允吗 一定是按照这个来进行反应 才是合适的 所以要确认 C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在持有过程中不应该摊销 也不考虑减值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不摊销 这个我们说过 是的 不好没法谈 但是呢 没说不考虑减值 那你至少在每年年度中疗必须减值测试 发生减值 减值减值准备 D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合并方应确认被合并方在该性交易中 未确认的无形资产 这也是企业合并的内容 我们企业合并有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现在这里面简单有这么一个概念 如果是同一控制 一般就是在一个集团内部发生合并的行为 原则上一个集团内部发生合并行为的话 在集团高层边合并报表时 不应该做出任何的一些改变 所以按照账面价值去反映 原来没有反映的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反映 不应该确认 你他不确认 我们也不确认 不像前面谈到的非同一控制 他用的是一种购买法 那购买法人家没确认 他值钱我们仗要确认 那这个当然也不行 所以我们的题目 就是那个必实正确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题目 让算19年无形资产贪销额 贾公司于17年开始研究开发 一项用于制造某大型专用设备的分门技术 发生研究支出100万 开发支出3000万 其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支出2000万 在18年2月1日正式确认为无形资产 那这一部分的摊销时 当然就在18年2月1号开始算起了 2月份 当月取得 当月要进行摊销 贾公司计划生产该专用设备200台 并按生产数量摊销该项无形资产 这个说的就是一个产量法摊销的事 18年度 贾公司共生产该专用设备50台 那18年12月31日 经检制测试 该项无形资产可收回金额是1200万 19年度 贾公司共生产该专用设备90台 那贾公司19年无形资产摊销额是多少 就按照产量法来谈 一定要告诉总的产量 然后你算出单位产量的摊销额 根据本期征产的产量就可以决定本期摊销金额呗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18年无形资产摊销 那这里面呢 就说 无形资产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成本是2000万 那费用化的没有摊的问题啊 那这2000万 因为按照产量 你不用说是一定是当月起开始摊销 于这就没关系了啊 如果是按照 年限时间的话 当月就要摊 当月取得无形资产当月要摊销 我们2000万 一共呢 这里面说的 计划生产专用设备200台 所以2000万除以200 也就是每一台要摊销的数 18年一共生产50台 那摊销的这个数字就是500 这样在18年底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没有提简直准备之前 就应该2000减500吗 因为摊了500 不过给的可收回金额 是1200万 那这一样呢 无形资产在18年底就要提 简直准备300 提完准备之后 账面价值不就变成1200了吗 那我们这172还怎么摊 172 未来还要生产多少 因为这个数量没说变 因为要生产是200吗 原来18年生产50了 所以还是150 用172除以150 这是后面每一台的摊销数 由于在19年生产了90 再乘以90呗 就720 是一个产量法摊销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 无形资产的处置 在这一节里面要介绍有三个问题 无形资产的出售 无形资产的出租 还有无形资产的报废 这么几个问题 先看第一个无形资产的出售 就是把无形资产卖了 卖无形资产 当然这项无形资产会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你要不要你卖这些去 这种情况之下 出售影响损移的数字 比如售价扣掉账面价值 但是涉及的税盖 怎么反应怎么反应 差额是寄到资产处置损益 也就是跟我们前面谈到的固定资产 你把它卖掉了 出售有价值的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实际得到的银行存款 我们借银行存款 把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充掉 借了一摊销 无形资产简直准备带无形资产 涉及出售的销项税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最后形成的差 资产处置损益 不管借方贷方都放正 资产处置损益 我说了报表上单独有一项 叫资产处置收益 那你损失就填付的呗 所以出售无形资产 最终这种处理的方式 它影响营业利润 不要再认为出售无形资产 最终好像不影响营业利润 它就是影响 第二个是无形资产的出租 把无形资产租出去了 那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算日常活动 取得的收入 反映到其他业务收入里 会计上借记银行存款 带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 应交增值税 消息项税额 那税呢 怎么算 如果有的话 税率给多少 我们多少来反映就完了 将发生的与转让使用权 有关的相关费用 记录其他业务成本 我们前面也多次谈到过 就说 有其他业务收入 那你相关的这个成本 就要记录其他业务成本 比如说 谈出租无形资产的摊销 我们处理时 借记其他业务成本 代方代累积摊销 如果说又支付了一些服务费 我们为了取得这收入相关的 代银行存款 你像我们把极其设备出租 取得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极其设备提的折旧 其他业务成本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无形资产出租 给别人自己还能用吗 能用的 你签协议啊 你出租了 你比如你这个秘方 你出租别人收钱 自己还在用的 固定资产当然了 不行啊 你把极其设备出租给别人 你说我还在用 那是做梦 那现在问题来了 说出租这个无形资产了 那无形资产的摊销 你自用跟出租 往哪去啊 说是不是按照一定方式分呢 你自己看情况 你说我这一部分 基本自用的量很少 你都是出租赚的钱多 其他业务成本呗 你说那我差不多 你自己还怎么办怎么办 考试的时候 他要说出租无形资产贪销 往什么地方寄 那就是其他业务成本 你不要再想别的一些事情了 所以以前我们开玩笑 在一起讨论 说出租无形资产贪销 寄入其他业务成本 说那要是资用怎么办 然后有人说 我们是假定出租就不自用 你这不是那么回事 好看一下教材的例八 昂林宝七年一月一日 A企业将一项专利技术 出租给B企业使用 该专利技术账面余额是五百万 摊销期限十年 出租合同规定 称租方每销售一件 用该专利生产的产品 必须付给出租方十万元的专利技术使用费 假定承租方当年销售该产品实践 我们不考虑现关税费 这样无形资产取得的时候 就说这项专利使用费时 我们这里就应该一百万 你们一共十件 每一个有十万 收到时不考虑现关税费 借银行存款贷方 带给其他业务收入一百万 没有考虑现关税费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行摊销 因为账面余额是五百 摊销期十年 每一天摊销的五十万 借给其他业务成本带领基摊销 就行了 第三个问题是无形资产的报废 如果说无形资产预期 不会给企业带来利益了 那这个时刻就要报废 报废把他的账面价值 寄到营地外支出 没有任何价值了 我们会有借了一天摊销 无形资产减制准备带无形资产 这是他账面价值 都转到营地外支出里就完了 这个肯定不是资产处置损益 资产处置损益说 它一定是有价值的 否则不行 我们这一张 无形资产初始计量 外购的 当然包括 分级付款方式购入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应该要清楚 我们最主要的 要掌握土地的会计处理 土地到底是作为 哪一类资产类核算 一定要清楚 研发也是这一张比较重要的内容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经常是跟所得税的一张结合 你这块要搞清楚 我们有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支出的费用化 开发阶段的支出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本化 不符合的也是费用化 研发支出 费用化的期末转到管理费用 但是利润表上 它的金额应该作为 研发费用区猎豹 那对于呢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在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科目的 借方反应 如果没有达到预定用途 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科目有余额 资产负债表上 开发支出项目 等达到预定用途时 由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再把它转到 无形资产里面去 这要清楚 使用寿命有限的 无形资产 在摊销的时候呢 从取得开始 当月增加 当月摊 当月减少 当月不摊 方法 所含经济力 预期消耗方式 如果没有办法定的话 那就直线法谈 所以他贪用方法 不一定就是直线法 往什么地方寄 按照授予对象 可能是费用 当期损益 也可能记录资产成本 但是他可能会有残值 也可能会提减值准备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无形资产 不贪 期末进行减值测试 发生减值 对他提减值准备 他是这样的 那使用寿命 有限的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每期期末 要对他进行复合 如果说发生什么改变 比如年限改变了 或者原来使用寿命不确定 后来使用寿命有限了 得按照会计估计变更来进行处理 无形资产出售 影响损益 资产处置损益 出租算日常活动 反映到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成本 报废 寄到盈利外支出 这就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谢谢大家